北京时间9月22日消息,ATP250赛法国梅兹公开赛,今日展开蓝丹半决赛的争夺,赛会投号种子,日本名将锦之归熬战三盘以6-2,4-6和5-7差遭德国资格赛选手巴金格尔逆转,遗憾无缘决赛。 巴金格尔在决赛中的对手将是法国选手西蒙,后折金月直落两盘以6-3和6-1祭拜摩尔多万选手阿尔伯特。 金之归最近一段时间的状态也明显的回升取胜,在刚刚结束的美宝赛中,杀进了4000布迪德约科维奇,目前的世界排名已经回升到了第12位,本战比赛他以投号种子的身份出战, 手轮轮空的他在前两场比赛中分别击班的德国选手高约维茨克和格鲁吉亚选手巴西拉·史维利。 今日比赛的对手是目前世界排名第166位的德国选手巴金格尔。 这两位选手过去有过一次交锋,金之归在今年哈雷赛中直落两盘击败对手。 今日授盘比赛中,巴金格尔率先发球,两位选手开局各自爆发一次。 金之归在第三局双方战成40到40之后,率先完成破发,并就跟着在自己的发球局中打出一个漂亮的Love,给取得局分3比1领先。 第五局,日本名将再次完成破发将局分优势扩大为4比1。 随后两人各自爆发,金之归一路保持领先,再顺利拿下自己的发球胜盘局,之后以6比2先胜一盘。 第二盘比赛中,两位选手开局的争夺非常激烈,双方在自己的发球,局中独打得十分强势。 前九局双方各自爆发,巴金格尔在第十局紧之归本盘飞宝,不可的发球局中率先完成破发,从而以6钢4分回一盘。 决胜盘中,两位选手开局的争夺进入白热化。 前六局双方各自爆发战成3到3平,第七局紧之归以小分40到15,拿到连续两个破发点。 但是巴金格尔奋力将其化解之后爆发,局分随后交替上升,到了5到5平。 巴金格尔随后在第十二局紧之归贼宝不可的发球局中完成关键破发,从而以7比5赞胜一盘,总比分2比1拟紧之归晋级决赛。 全场比赛耗时2小时10分钟,巴金格尔在决赛中的对手将是法国选手西蒙,后折进入直落两盘,以6-3和6比1祭拜摩尔多万选手阿尔伯特·李田勇。 巴金格尔